那接下来的话 大家能明白了 在这个python当中 我们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链接区的话 明白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落实到代码当中了 那这时候咱们就开始来写代码 来写代码去实现我们要构造这样一个单链表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在去实现这个单链表的时候 对于链表当中的每一个节点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一种数据类型能够保存啊 对吧 这个节点当中要饱含着两个元素 一个是element 一个是指向的下一个区域next 我们现在也没有说一个数据类型 要把它们两个保存起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得找一种数据类型 把这个节点也给保存起来 把这个节点也保存起来 那这时候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脱离python语言当中 python语言的话 现在你看一下 这节点无非就是保存两个数据吧 对吧 那保存两个数据的话 那python当中是不是可以有元素的可以实现啊 对吧 用链表也可以 那我们就不按照这个python当中这样的一个特殊性 而按照所有语言可能都会涉及到的 我们把节点也给它抽象出来 封装成一个类 也就是说节点类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节点就需要先来构造一下 单链表 零三 第三个文件 我们叫做单链表 single 然后我们需要先来去实现一下这个节点怎么来定义 我们刚说了节点也要定义成一个类 那所以我们就来定义一下 我们把节点就叫做node node就是节点的意思 object 然后这是节点 节点有了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点当中我们要去补充什么内容呢 类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了 类名已经有了吧 那我们要在类当中到底去实现哪些东西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一个思路 有思路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又要从反着来了 看定义好这个node之后 咱们怎么去使吧 对吧 那也就是说 现在node是代表了这样整个链表当中每个节点的抽象 那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 就应该有一个节点就产生一个这个node类的对象吧 也就是说有一个节点 我们就应该构造一个这样的对象 有一个节点二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这样的节点对象 对吧 那好了 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应该保存什么内容呢 也就是说需要保存的是数据跟它的下一个链接地址吧 对吧 那好了 那咱们既然要这样去做的话 我们再去设计的时候 数据可以放到哪里面去做呢 可不可以放到一根一再构造的时候 就把它要保存的数据给它传进来呢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节点要保存100 那我就在构造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节点是保存的100分数据的节点吧 那我是可以不可以给它放到这个呃构造函数当中呢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需要用到了构造函数 init 出实话 init 然后的话看着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保存的数据元素放到里面去啊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的init的方法应该还要接收下来吧 animate 然后呢紧接着我要把animate是不是得保存到我的对象当中啊 对吧 这是一个节点对象 这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节点对象它会涉及到两个属性区 一个是元素区一个是next区吧 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animate去保存到我的这个节点当中的元素区 所以有一个节点当中有一个属性就叫做animate 它是用来保存数据的 然后紧接着的话应该有一个next区域吧 next变样的话应该是指向下一个节点 对吧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节点对象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串入到一个列表当中了吧 既然我们现在生存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也就现在在列表之外 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节点到底放到哪个位置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next区域指向谁 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吧 对吧 那所以既然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一开始就给它设置成空 可不可以啊 让它不去指向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节点的初始状态 一旦有了节点对象 你的数据区是有的 但是你指向谁 一开始并不知道 那我就给你指向空 指向那 这时候对于一个节点的类 咱们就够的好了 那你看一下现在节点的这个类 实际上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用python当中的元组 是不是也可以去实现呀 二元组 第一个代表你要保存的元素 第二个代表指向区域 我用这样的一个元组 是不是口上拿到效果了 对吧 我们做的是通用一点 所以不按照python里面的特殊性来啊 勾到了一个节点类之后 那描述节点的话 我就有了这个node类来描述了 紧接着的话 我就应该定义一个链表的结构了吧 链表的数据结构 我们要定义出来了 定义出来的话 看一下我们把链表定义成谁呢 我们把链表叫做直接single link single link list 定义成这样的一个单链表的类 然后紧接着这是单链表 单链表有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想了 对于单链表的话 咱们要实现哪些东西呢 要实现哪些东西呢 把节点串联起来 对吧 那把节点串联起来 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链表的数据结构 它所要支持这些操作呀 对吧 我们再去说这个链表的AET 也就是链表的冲向数据结构的时候 是不是跟大家说了 我们自己封装的链表 要支持这些操作 对吧 那刚说了 把节点去串到链表当中 是不是就相当于爱的添加节点 或者恶碰的去添加节点 对吧 所以那紧接着 也就是说我们封装的这个类 这几个方法 是不是都要去实现呀 我们把它拿过来 这是咱们要去实现的 好 那紧接着 我们就先把它定义出来 要去实现这个东西 判断是否为空 它是不是得接收一个自己呀 我们这些方法都应该是具体的对象方法吧 应该是对象方法吧 它不应该是类方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在去使的时候 是使用链表的话 那是不是也得去构造一个single link list的对象 然后等于single link list去出实化吧 然后再往它里面去添加一些东西 HDD去添加某一个节点 所以这里面所列的都是对一个链表类的具体对象的操作 所以全部都应该是对象方法 所以全部都应该是对象方法 紧接着 这是代表的 判断链表是否为空 好 我们直接先pass掉 先不管里面的内容实现 第二个要实现是返回这个链表的 返回链表的长度 返回长度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参数啊 需要参数吗 我直接去调用single object的点lens 加一个括号 是不是他要把返回的这个长度告诉给我呀 那也就不需要参数 我们所说的这个参数不是指的这个self啊 这个self既然是作为对象属性的话 那self是必传的吧 我们所说的参数是除了self之外 还要推传那些东西 然后再看 对于travel便利的情况下 除了self之外 需要借过参数吗 便利链表有一个链表的对象 那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通过这个链表对象调起来的 对吧 通过single object single object 然后点travel 是不是就能够把它给调用起来呀 这个travel本身就作用到特定的那个链表对象上面了吧 所以他是不是除了self也不需要接收参数了 再往下走 往上 下一个去添加 在头部添加 元素 这时候除了self活在这里面已经给写了一个at 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哪一个节点给添加上来呀 所以需要揭露具体的节奖了啦 具体的先不去实现 然后紧接着再看 open的代表的是从链表的尾部来添加 这时候添加的话 同样是不是也得把节点给放进来 然后insert代表的是在指定的位置上面去添加 那么在这里面已经给列出来了 他应该在指明在哪个位置添加哪个节点吧 remove 指的是咱们定义的删除元素没有定义删除哪个位置的 而是说要删除的 你指明删元素几 他就直接把列表当中的这个相应的元素给你删掉 跟列表当中的remove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然后最后一个 去判断某一个元素是否存在这个链表当中 然后看一下 这是咱们刚说的 对于这个咱们定义的链表的这样一个抽象数据结构 要实现这些方法 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的话 我们还需要实现什么东西 看一下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 一开始是不得构造啊 对吧 去创建一个对象 用来代表具体的某一个链表吧 那这时候 你在想在构造的时候 在去构造的时候 这个链表当中 这个链表当中 它的构造函数 我们需要做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 需要做什么东西 现在没有印象 准备了是什么 看一下链表 这是假如说一上来 是一个空的链表对象 然后紧接着我要存200的时候 是不是要构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有一个节点的话 然后的话 你想第一个节点有了 然后这个节点就应该作为我链表的头节点吧 那这个节点的地址 是不是我就应该保存下来啊 如果不保存的情况下 那我构造出来一个东西 这个节点跟我链表之间 本身就没有关系吧 对吧 我这时候拿200x34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只是上面的第一个类的对象吧 如果我不把这个对象放到我的链表当中 或者说不把这样的一个节点挂到我的这个链表上来 那这个节点它也仅仅是一个节点 并没有跟我的链表产生任何关系 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再去讲的上面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链表当中必须得饱含一个头节点的地址啊 给有一个东西去指向第一个节点 对吧 这时候我在往这个链表当中去添加200这个单元的时候 让我的这个指向也就是p指向第一个节点 那第一个节点是不是挂到我的链表上面了 之后就不会再丢了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的这个链表当中必须得存在着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指向第一个节点了吧 对吧 那好 那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类属性还是对象属性呢 对象属性吧 因为我们在去使用链表的时候 不是拿类来操作的 都是说构建了一个链表的具体对象 对吧 这时候我们写风光的这个single link list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它是不是一种新的数据类型啊 我在使用这新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都相当于创建了一个类型的具体的值吧 怎么来理解呢 就你别说现在single list就相当于我们在python当中有一个list的这个类吧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关于list的具体的对象啊 然后这个是保存具体的这个链表的值 那对于单链表是不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需要去使用这个类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对象吧 所以那我们链表当中 它保存的头节点的这个属性应该也是作为对象属性的吧 所以应该给它定义到哪里面去 杠杠 init的方法的时候 它本身应该就得保存着这样的一个头节点信息吧 我们把它叫做hide 这个hide呢 是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单链表这个结构所维护的 对外来说使用的人 他需要知道我的头节点的这个属性吗 是不需要的吧 他完全不需要管 你所能操作的就是一上来的时候进行构造 构造好了之后 你别管我里面有什么属性 我对你来说只有这几个方法控制掉 其他的你完全不需要管 那这时候你想我们这个hide来说 就是自己内部的函数去使用 对外部暴露 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什么 私有的吧 那私有怎么来做 加一个下方线吧 那好 那这时候的话 紧接着对于这样的一个私有属性有的 紧接着呢 一个私有属性有的 然后呢 这个初始化的时候 我对于这样的一个链表头应该给它初始化成什么东西 我一上来可不可以建一个空链表吗 可以吧 如果是空链表 它是什么意思 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在链表上面吧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P是不是刚才咱们这个hide呀 它只要指向一个空 那就意味着链表当中没有任何节点吧 所以一上来我是不是可以给它设置为那样 对吧 那好 如果你做的自由一点的话 假使说用户使用的时候先创建了一个节点 再创建你的单链表 它的意思是说 一上来的话 给你一个节点 应该让你链表指向那个节点的话 那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那个节点也传进来啊 可以传进来的吧 那你传进来的时候 那我的这个hide是不是就得指向用户传进来的这个node 什么意思 上面来说 在去使用的时候 我先构建了一个对象node这个节点 保存的是100这个数 这个节点有了 这个节点有了之后 我再去构造我们的单链表 然后我在你构造的时候 把node给你传进来 代表的意思说 你新建的这个单链表的头节点 应该是刚刚写的这个node吧 可以这样去做吧 那这时候的话 我的构造函数是不可以接受node的呀 那我们为了做人性化 假使说用户不传这个值 我们让它同样去 正常去使用 你不传 我就认为你一上来创建的是空链表吧 既然是空链表应该指向的是不就node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个默认参数啊 对吧 可以给他设置一个默认参数吧 好 那关于构造 咱们也说好了 这是关于构造 紧接着话 我们就要依次来看 具体的这些方法之间怎么来实现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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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